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纸上的童话 现在欧洲各小国来中国买防疫物资都不得不改成字体 捷克就派出军机从中国运走三千万只口罩 六百万个呼吸面罩 二十五万套防护服和护目镜 以及十五万个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几个 捷克总理和国防部长亲自到机场接机 因为国内急缺物资 此前运送的物资就出现被别国截留的情况 所以这次不能出半点差池 开战机自体防御物资 防盟友像防贼一样 国际关系就是这么现实 和平时期都客客气气 灾难一来都只顾自己 没人关系你的死活 弱国无外交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老百姓就像圈牙的猪牙 随时会被人宰割 到哪里都抬不起头 看看曾经无数人做梦都想去的日本 美国欧洲 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更不用幻想他们能站出来承担大国责任 唯有我们伟大的祖国救完国内救国外 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彻底应急起来 请永远记住 国家好民族好我们才好 国际上的患难之交不是求来的 而是别人认为中国这个朋友值得交 要享受到别人敬重 唯有我们自立自强 作为一个平民百姓 我们要记住十二句话 一说中国话 二吃中国食 三穿中国衣 四用中国货 五在中国有 六过中国节 七够中国务 八安中国心 九在中国居 十守中国礼 十一走中国路 十二扬中国飞 看完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到所有微信群 让更多人知道 只有国泰才能民安 祖国的富强离不开每个中国人的支持 请大家多多转发 传递下去 一起为我们强大的祖国点赞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加油 为何我看着你 为何我看着你 你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我看着你 你一张照片 但我知道 它不是同样 为何我看着你 你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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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anim力 你一张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